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拿我的口红在脸上鬼话服 还是趁着我生孩子住院的时候 我实在是很气愤 加上刚生完孩子情绪不稳定直接哭了 临床的陪护劝我刚生完孩子最即生气 要是回来了大人小孩都遭罪 可我怎么能不生气呢 那条视频发布日期是我生产后的第三天 那天早上我只吃了两个鸡蛋 直到下午两点多 婆婆才送来午饭 老公陈月刚嘟囔几句 婆婆就是哭天抹泪的 说腰椎病犯了 在家躺了半天 挣扎着起来做饭 还要被埋怨 我见她哭得伤心 也信以为真 结果呢 她居然躲在家里拍视频 那神采飞扬臭美自恋的样子 哪像犯了腰椎病 和陈月订婚前 我只匆匆见过公婆两面 主要原因是离得远 我是福州人 陈月老家在重庆 而我们在杭州工作 公婆到福州商量订婚事宜时 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的会面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婆婆的奇葩 见面后 她没含谈几句 就开始花式夸陈月优秀 在国企工作 有多稳定 多有前途 接着又话锋一转 说在老家给陈月介绍对象的 排成排 有公务员 医生 老师 都是体面又稳定的工作 她越说越起劲 完全不顾我家人的脸色 我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 没有所谓的正式工作 但我收入比陈月高 父母做了半辈子的生意 家境也不错 用我爸的话说 啥时候轮到他瞧不上咱家了 更让人迷惑的是 既然看不上我 何不直接反对 千里迢迢跑来 当着我的面说这些天赌的话是什么意思 那天见面的气氛被降至冰点 陈月满脸的尴尬 几次想岔开话题 可婆婆还在滔滔不绝 回家后 父母建议暂缓订婚 我妈说还没结婚呢 她就这个态度 要是结了婚的还了得 我没有吱声 但心里也很气 不一会儿 陈月打来了电话 她说 回酒店 把婆婆数落了一顿 你消消气 我妈就这样 说话不过脑子 她已经知道错了 明天当面 给你来赔个罪 果然第二天一早 陈月就领着婆婆登门了 婆婆一进屋 就拉着我的手说 盈盈 不好意思啊 我心直口快 你别往心里去 然后又笑呵呵地 对我父母说 对不住啊 亲家 我这人上不了台面 你们多担待 既然话都说到 这个份上了 我们再追究 反而显得小家子气 好在结婚事宜 一切顺利 这事就算是翻了篇 临近婚期 对于我和婆婆相处的担忧 我妈跟我约法三章 不许撕破脸皮 婆婆毕竟不是亲妈 一旦撕破脸 很难和解 不要在陈月面前 指责你婆婆 需要沟通时 只陈述事实 那是她亲吗 她可以随便说 但你不能 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学会自力更生 不要指望老人 最好不要住在一起 妈妈是过了人 她不厌其烦地交代 唯恐我处理不好婆媳关系 而我当初 并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 觉得自己是嫁给陈月 不是嫁给他妈 结婚第二个月 我怀孕了 孕期反应很大 陈月考虑到自己经常出差 便介意我留在重庆养胎 我妈退休没什么事 你们多少有个照应 婆婆也劝我留下 她说 你在我这儿 陈月才能安心工作 休息时还能回来看看我 不然一年到头的 连她人影都见不着 那段时间 服装店正好因市场装修停业 我便动摇了 心想运气有人照顾 总归是好事 还能成全他们母子亲情 一举两得 却不曾想这个决定 拉开了婆媳矛盾的序幕 第一个矛盾爆发 是在搬家后的开伙饭上 尽管我决定留在重庆 但还是没和公婆住在一起 而是单独租了房 婆婆提议在我家做一顿开伙饭 请亲戚们过来望望人气 我当时运反应重 陈月不在家 又是租的房子 内心真的不想搞这些 但婆婆一再游说 说这是当地的风俗 讨个彩头 放心 到时候我过来当主厨 你就打打下手 她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的保证 我只好同意了 说是便饭 但七大姑八大姨 加起来十多个人 得正儿八经的准备一桌菜 请客的那天 我一大早去了菜场 回来路上问婆婆 什么时间来 婆婆说 马上就动身 我一边整理食材 一边等 可等到了下午两点 还没有见她的人影 打电话也不接 问公公 说她上午就出门了 没办法 我只好一个人在厨房忙活 下午五点半 客人们陆续到齐 饭菜已经上桌 婆婆才慢慢悠悠的来了 我累了一天脸色很差 可婆婆跟没看见一样 坐下就吃 还一个劲的夸我能干 后来和亲戚们聊天时 婆婆聊的是忘形 说自己今天手气好 赢了八百块 原来她一大早出门 是去打牌了 我肺都气炸了 真的很想跟她吵一架 但考虑到亲戚们都在 忍了 陈月回来后 我把这个事当笑话 讲给她听 她逼我还要生气 当场就给婆婆打电话 妈 租的房子吃什么开火饭 婆婆善笑着说 这不是盈盈做饭好吃吗 想让她在亲戚面前露一手 给你长长脸 陈月怼道 长什么脸 她怀着孕呢 以后想吃 去外面摆桌 好好好 我错了还不行吗 以后再也不指使你媳妇了 我一脑门子黑线 这认错的速度和态度 太似曾相识了 挂了电话 陈月又反过来安慰我 我妈性格就这样 但没什么坏心眼 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还好陈月给力 不然这婆媳矛盾铁定升级 当初留在重庆 我和陈月都指望婆婆能照顾我 但事实上整个孕期 婆婆除了来看过我几次 没有给我做过一顿饭 公公还没有退休 午饭在单位吃 她一个人在家干脆就不开火 还时不时的来我这里蹭饭 美其名冤 我做饭好吃 有一次我复泻 婆婆陪我去医院看病 回到家都天黑了 她进屋就坐在沙发上刷抖音 我饿得是头晕眼花 冰箱刚好有馄饨皮和肉馅 就打算对付一顿 我先包了一些 水也烧开了 就让她自己下 她说不急 等我一起吃 我调的佐料好吃 等我全部包好煮好 放了佐料 端到她面前 她才放下手机 喊道 可饿死我了 肚子都咕咕叫了 我瞬间意识到 来重庆就是个错误 不是婆婆照顾我 而是我伺候她 从那天起 我开始考察月子中心 果然随着怀孕 月份越来越大 婆婆开始时常吹风 说自己不会带孩子 陈月都是她奶奶带大的 陈月第一次拉爸爸 我都恶心吐了 你可别指望 我这个老太婆 我直接挑明 花钱去月子中心 婆婆又犹豫了 起来说 还要住月子中心啊 太贵了吧 挣钱不容易 花钱要仔细 我故意笑着说 要不我现在回娘家 在娘家生好了 不花钱 婆婆这才不吭声了 说实话 我早就对婆婆死了心 但陈月对她 还抱有希望 直到我生完孩子 她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住院期间 婆婆的唯一工作 就是给我送饭 第一天是鸡汤 我喝了一口 寡淡无味 再看一眼 鸡腿上居然还有鸡毛 为了营养 我忍着恶心把汤喝了 第二天送午饭时 婆婆就主动提出 晚饭不送了 我中午特意多做的 剩下的在微波炉里 转转还能吃 这一来一回的跑 太折腾 第三天 也是婆婆拍抖音的那天 她姗姗来迟 我差点饿晕 不知是压抑太久 还是产后情绪的不稳 我一直引以为傲的 清醒和理智 在那条视频的面前崩塌了 陈月推门进来 见我在哭 忙问我怎么了 我让她看看视频 看完后 她很无语 连忙的说道 别生气了 等出了月子 给你买新的 我生气的是一只口红吗 当然不是 我生气的是婆婆太自私 眼里只有自己 想到这里 我用力地推开陈月 不想再理她 因为她妈的种种行为 我对这个男人 也心生怨对 如果不是她 我何必承受这一切 理智的闸门一旦失控 伤人的话 变像洪水般 汹涌而出 陈月 你妈太没素质了 她就是个二脸皮 每次认错很快 但坚决不改 凭心而论 我讲不讲道理 我又忍了多久 可她呢 是怎么对我的 早知道你有这样的妈 我根本就不会来重庆 我后悔死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全然忘了 妈妈当初的叮嘱 陈月几次想开口 但终究无言以对 最后丢下了一句 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说完她转身就走了 我再次失声痛哭 心里特别的委屈 陈月出去不到五分钟 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她说 陈月说你心情不好 让我劝劝你 我的情绪依然很激动 骂完婆婆骂陈月 我妈问我 发这么大的脾气 是陈月做错了什么吗 我一时答不上来 从我入院生产 陈月全程陪着 白天黑夜连周转 她一个大男人 从开始的笨手笨脚 到熟练的 给女儿喂奶 换尿不湿 的确已经尽力了 我妈说 盈盈 不是告诉过你吗 任何时候都要靠自己 婆婆帮你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你将气撒到老公身上 除了破坏夫妻感情 起不了任何作用 和陈月好好聊聊吧 我和你爸明天就过来 后来看着陈月提着一罐 县煮的燕窝回来 我气消了一半 她说 老婆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是我没做好 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滚了下来 这段时间兵荒马乱 我都没有工夫 好好地看看她 曾经的精神小伙 如今胡子拉叉 脸色辣黄 连眼眶都凹陷了 我有点心疼她 婆婆是她妈 但这并不是她的错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 陈月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等宝宝满月就回杭州 你知道我是奶奶带大的 从小就没有得到过太多的母爱 所以总希望宝宝能替我弥补这个缺憾 陈月的声音有些哽咽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你妈说的对 凡事都要靠自己 指望谁都没有用 原来陈月的心里装着这么多的委屈和遗憾 原来她对婆婆一次次的妥协 是内心对母爱的滋滋以求 她内心的伤应该比我更重吧 我抱着她低声说 以后我和女儿就是你的后盾 我们一起把孩子照顾好 把我们的小家经营好 比什么都重要 这番话是安慰陈月 也劝解自己 宝宝满月后 我和陈月回了杭州 婆婆百般挽留 但我们态度坚决 于陈月而言 有些缺失只能是遗憾 对于我而言 是选择一条完全资历之路 独自照顾幼小的婴儿 还要打理好家里的生活 不是件容易的事 陈月主动向单位申请了减少出差 这样也能多帮我分担一点 经历此前种种后 陈月明显成熟了 在她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担当 我相信 从此以后 我们会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如今 距离缓和了我与婆婆的紧张关系 婆婆时常要求跟陈月和宝宝视频 看她们母子 父女嘻嘻哈哈 其乐融融的样子我知道 陈月或许对婆婆心有怨气 但血浓于水 永远无法割舍 而我要做的是保持安全距离 打消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不能亲密 至少可以做到和气 这是分寸 也是教养 更是我对这个家最深的爱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